基隆一名網友在網上PO文 90歲的外婆17號凌晨2點到醫院洗腎 確診陽性 反覆發燒 在醫院急診門口等待 當時外面下著大雨 氣溫又低 卻只能在一個沒有任何遮蔽物的 露天場所 吹風淋雨 這篇貼文讓網友們看了好心疼 紛紛留言 好心疼奶奶 希望可以被改善這些問題 天啊 真的很心疼 這就是蔡英文政府說的共存 醫院回應這名女士 17號凌晨2點02分到醫院 15分鐘後醫師就完成診療 同時進行PCR檢測並等候結果 17號下午1點51分手指住院 這段時間同時進行給藥抽血 因為是洗腎的重症患者 符合收治的緊急標準 醫療作業上並無延遲問題 記者實際到醫院發現 其實許多長者們都遇到類似狀況 原本在病房治療 卻因為附近病人確診被匡列 遭院方移到醫院外的帳篷區 如果沒有病房就別人就在這邊 好像是醫院的那人一樣 疫情升溫 醫院床尾難求 醫療量的明顯不足 長輩在風雨中等候醫治 讓人看了實在心疼 記者朱丁榮 王毅德 基隆報導 像是病毒共存的話 當然必須要配套啊 所以用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 下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請抱歉 ok 請抱歉